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跟兰兰合作过 我觉得她真是我见过最自律的女艺人 内卷了是不是 就每一天我都生活在那个内卷的气氛当中 就是比如说一天食机场 然后拍兰兰我问 我说兰兰你回去干嘛 她说跑步啊 健身啊 我当时在现场就听到心碎掉的声音 没有没有关系你也是 你看你每天 有的时候晚上我一要吃饭 我就说佳佳你吃吗 我不配 我平常吃 我问我的倒吸口凉气 所以这么冷天我想我更不哭 我也不吃了 但拍出来依然很胖 先给自己留点余地吧 好不好 别把话说太绝 同样是职场精英 苏菲对比墨像碗有哪些反差呢 那我觉得她跟墨像碗的反差还是蛮大的 苏菲这个角色她很多面 就她特别丰富 然后她很纠结 她很痛苦 她很可怜 她甚至有的时候手段很狠 不留余地 因为她难过了特别多的元素 所以一定会看到不一样的两种职场女性的角色 那和我们分享一下你们非常喜欢的对手戏吧 有一个就是你在浴缸里边 你要往后仰那个 然后冲进去 跳楼的那场 对 跳楼的那场 就她难过的时候会有我在 然后有一场也是佳佳特别好的一场 就是在车库里 她的一些绅士跟她一直压抑的生活 然后那天终于把她冲发撕开了 然后她就是那种炸裂式的表演 因为之前已经有一条特别好的 然后后来就 大家说说 嗯 你想 以她的能力应该可以更好吧 再来一条 结果真的没有到几秒钟酝酿 然后就是一气呵成 我需要几秒钟的酝酿 就是蓝蓝拍酷是完全不用酝酿的 就绝对是内卷 朋友们可以转拍了 这真的 因为我们觉得跟表演非常舒服的人在一起演戏 是挺幸运 跟很幸福的事情 你们觉得在剧中哪个时刻 苏菲和安宁认定了彼此是朋友呢 我觉得我真正认定安宁 当我跟她的一个女性朋友 发生了非常直接对立面的时候 我想让她帮我一次 其实我在试探她 她居然走出了 我们俩想的是一场戏 我在试探她 我说可以吗 我要约这个人要见面 她说可以 其实我们两个是有共同价值观跟道德观的 她虽然跟那个人是朋友 但是她不认同她的道德观 所以那次她帮了我 我会觉得 她开始站边了 对 然后我就觉得 可以收这个人为我的人了 我们俩居然想的是一场戏 你还记得那一场 我给你买了杯果汁吗 对 我就是从那杯果汁开始 然后你倒了一半 你给我了一半 我本来那一杯是买给她的 她说我只喝一半 一半分给你 那还是我们自己家的 对 在那一刻起安宁绝对会觉得 这个是一个可靠可信的朋友 细节决定人品 是的 她是可以跟你分享一切的人 我觉得我们都是有自己刚性跟坚持的人 我们都是对生活不低头的人 我是觉得是一种价值观的 就是我会认为他们俩其实都寥寥分明 就是我们是分黑白的 有自己坚持 有自己的坚持 对 但你不触及这个底线 其实都无所谓 过了这个真诚的底线不息 分享一下你们眼中的对方吧 最温柔的 对 我经常说她骂人的语气比我平时说话的语气还温柔 我就没有骂人 不是 就比如说你要吹死她 好的好的 一听就觉得 她说我是不是很凶 我说对 奶胜奶胜了 可能档子不好吧 就是给人一种假象你知道吗 其实挺凶悍的 没有 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温柔是一种豁达的一种表达方式 就是心比较大 嗯 对吧 对 但是其实生活中我发现你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生气的人 每天一到现场我们大家都特别希望奶奶来 就她一来就是啊 这个如玉春风就来了 就每天导演都问 说你怎么那么开心啊 我在现场比较开心 可能因为你们都在吧 我觉得这个可能这种感染力能给大家带来 我觉得还是很幸福的 我觉得她是很刻苦很认真的 非常用功 她把时间跟心思都放在 表演 角色上 会让我看到她非常认真投入 我们前两天还在聊一个熊师少年一个动画片 哇 对 她介绍我看我看了两遍 我们在戏剧上的审美 很多方向很一致 对 说我们对这个行业还特别的有敬畏心 就像熊师少年最后一样 我们永远要离一个更高的标杆 再告诉你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安明是一个酷女孩 和苏勒谈恋爱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种大哥和小弟谈恋爱的即视感呢 非常有 但你也很温柔 跟我弟在一起的时候 大哥不温柔吗 大哥有柔情的时候 也可以有柔情的大哥 铁血柔情 其实我觉得酷是一种真实 就是她越真实她越直接 苏菲有句台词说我喜欢你 我说为什么 她说你画少 我觉得这个比较爱你 安明确实画不多 她就是基本上我不说那么多 我就去做去做 我觉得这一点蛮酷的 在盒色的过程当中有被对方惊喜到的瞬间吗 我是觉得蓝蓝赋予了这个角色很多戏外的优点 我这个也跟你聊过 我说看剧本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角色让我感觉更 更怎么讲 更直或者更激烈 但是反而她赋予了这个角色很多的心酸委屈和那种 她把这个东西演得很痛 还有趣 还可爱 无论怎么样 她不能过于的脸谱化 尤其有情感 有孩子 有家庭 就拿那一场就是浴缸里来说 但是她有 就轻松一点点的东西在里面 我就觉得蓝蓝真是加得很妙 她问我 我说我好难过 我好想哭 我说那你就哭 她说但我在你面前哭 会不会很丢人 她说我没有面子 你都这样了 你还有啥面子 我可以哭 你男人可以哭 你就哭呗 因为我是她的上司 她是我的上司 我觉得她家这些又很合理 又很可爱 然后就一下就把这个角色变得很丰富了 我也就说 我说你都这样了 你还害怕丢什么人 完全演成了一个喜庆是吗 她就是很丰富 她很多彩 对安妮来说 爱情意味着什么 请聊聊她内心的情感和想法的转变吧 其实安妮在她就是对爱情 保有着最美好憧憬的那个阶段 她是遭到了欺骗的 我觉得安妮整个过程 她就像灾后重建一样 一个人作为单亲妈妈 带着孩子颠沛流离 受尽了生活的这种压迫 从我认识了苏菲以后 她就像一个阳光把我有裂缝的生命给点亮了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就是苏菲对安妮的帮助 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女性之间的友谊 她帮我建立了我完整的自我 我建立了我自己的事业 我相信一个女生一定是说 你在事业上 你能做出一番喜色的时候 你会非常自信 你那个自信是来得非常有根基的 非常坚定的踏实的 站在这块土地上那种感觉 你当有了这一切的时候 你才可能会去想爱情 爱情对于生存来说 有时候是个奢侈品 你先要满足生存 你要先要满足自我意识的一种成长以后 你才会去有能力去想这些 大家都说你把姐姐这个词诠释到了最好 你怎么看 我肯定不是专业户 姐姐肯定是姐姐 因为年纪摆在这儿对吧 我很感恩市场 就是能给像我们这些大龄的女演员们 还有你的土壤跟途径 遇到每一个角色跟每一个戏 都是因为自己喜欢热爱 然后才去演的 可我觉得她很爽语 就是你就是很 就心智不成熟 她喜欢林娜贝尔 她会每天给林娜贝尔 开非常多的 你看你这样又不对了 林娜贝尔就没有年龄界限 是是是 对不对 我们应该平等普世 谁都可以喜欢林娜贝尔 不是说只有少女 没有很少女 哪有 以自己的就是林娜贝尔自拍的视角来给人家拍照片 还叫人家起来表演才艺什么的 我觉得特别好 为什么不 我们80年要喜欢林娜贝尔 就像这样 我有点不太好人 把人家的朋友全分享出来 但是我就觉得她就是这种举动 她就是很可爱 我就是平时喜欢搞笑 我的表情包都比较好 那你可以给我们模仿一下林娜贝尔的撒娇吗 我不会撒娇 她就是那样的 然后就这样的 就很可爱 然后转圈圈 还有个大尾巴 很可爱 然后摸脸 太肉麻 我就觉得她特别治愈 我觉得 你们如何理解灿烂的转身所传递出的能量和信息呢 那种女性之间的友谊 我觉得这种去 我真的看一百集都不见多 我会觉得我们这期确实有很多女性温暖的 就是 女生帮助女生 对 还有就是自己救自己 我们里面有几个姐妹 就会互相依靠的 当然我跟安宁是最近的 可能会更深刻一点 我们两个都是先失败了 再去经营我们 的生活跟成功 其实它是一个很弧线 人生弧线的一个故事 应该都还挺有受传 还有我觉得我们这个戏 真的不只是针对女性观众 对 其实我们写了很多 她的这种关系 她男女反而很模糊 我感觉 真正的平等 其实是去性别化的 对 是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 就是这个事情 女生干也可以 男生干也行 对 这一点我还蛮期待的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热衷于分享的人吗 我最近才分享 因为老陪她们逼死 因为就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 刚有微博就喜欢自拍 写些有的没的 然后她们就经常会笑我 就说 就有一天我就写了一个 晚安我的心 哇就被她们 被粉丝们笑爆了 为什么 就觉得 你才三岁吗 你怎么会写 但那时候真的就 为什么 不是说把它当日记那种 随笔小写一下 近段时间 我终于更松弛的 就觉得 为什么晚安我的心不可以 对 像我今儿会发这种 有的没的什么 什么世界 什么很拥挤 然后就类似这种东西 什么点点点各种 人会有倦怠期 然后现在我又回归了 因为我觉得 反正就做自己想做的就好了 对啊就随心 而且她也一直说 你什么时候能发在九宫阁 发点照片 那我觉得 一直在剧组拍戏 没什么好回归给她 然后就对 拍点照片给她 两个人都是很好的演员 在演戏方面 会给自己设定一些小目标吗 会有一些 奖项的野心 你之前也是80后 唯一一位金桔百花商量女配 哇 真的很优秀啊 今天得到你的夸奖 好乖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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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了乖了 晚安你的心哈 好的 近一点 晚安我的心 嗯 就是 嗯 就是 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 就是 嗯 好像那种 就是那种荣誉感会会让我开心很长一段时间 对 当然我觉得就是做这方面的努力 嗯 温馨无愧吧 不要辜负自己的努力 婚姻表演你会有对更高荣誉的期待吗 我觉得不管你有天能不能站在那个上面 第一个我们要敬畏那个荣誉 第二我们要努力 就是有一天可能我也没跳上去 但我们梦想会摔下来 对 但是我们那个狮子头要抛上去的梦想在 我们的精神上去了 它就永远会在那 对 启南老师呢 你会定一些小目标吗 我是一个特别随意而安的人 我会觉得可能以前很小的时候会有一些期待跟向往 但是你会觉得很多事情真的是你走到那一天你才知道 所以慢慢更会让自己就是过好每天 为什么每天在现场会那么开心 就会觉得只有即刻可能是永恒 是 没错 所以可能对于我现在的状态 我的感受就是每一天快乐 是我很大的收获 而且你确实做到了让身边的人都快乐 乐态自律让我有点痛苦意外 因为我会觉得你要做别人所不能吧 你才能收获别人所不能收获的 就一定是你要先种一颗种子 它有一天才能够会长成你想要的样子的一棵树 我会觉得耕耘很重要 然后用功很重要 你一直有你的梦想 那你就要为之付出你应有的努力 如何每周三准时该在神经上的最新节目呢 打开爱奇APP搜索神剧亮了官方一键订阅 或扫鸟尔维码关注爱奇电视剧微博微信公众号 掌握最新剧透 追剧不再雷拜